李世民作为大唐的代表人物 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同时也充满了各种争议 历史不是人云亦云 而是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下面让我们走近李世民 在李渊起兵建立大唐的过程中 李世民有一些亮眼的表现 但这些表现不足以让他名垂青史 李世民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要从他领兵平定四方军阀开始说起 此前 中原最大的军阀 是统领瓦岗军的李渊 李渊在起兵之初 完全不是李渊的对手 只可惜 李渊将一手好牌打得很烂 最终辗转投降到李渊帐下 但李渊不甘居于人下 后来又起兵叛唐 结果兵败被杀 李渊死后 实力比较大的军阀势力 还有霸占西北的薛举父子 占据同关以西的王世冲 盘踞河北的窦剑德 以及在江南风生水起的杜芙威 与此同时 东突厥也对刚建立的大唐武士丹丹 东突厥扶持的刘武州 也对太原垂涎三尺 此时的大唐仅占据关中和东之地 李家的江山并不稳固 接下来 李渊做了一番战略分析 他认为 窦剑德 杜芙威和长安距离很远 暂时威胁不到大唐 王世冲占据洛阳暗兵不动 不会主动出击 此时威胁最大的是 西北薛举父子 以及东突厥 此前 突厥人派出五百士兵 帮助唐军打天下 李渊入主长安后 这些突厥士兵在长安附近 烧杀抢掠 李渊只能默许这种行为 后来 李渊称帝 突厥人派人前来祝贺 双方表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 实则各怀鬼胎 此时的李渊不打算和突厥交捂 他打算先解决掉薛举父子 恰巧当时 薛举率军南下侵扰荆州等地 明目张胆地挑衅大唐 李渊当即下令讨伐薛举 李渊称帝后 李建成被册封为太子 不再适合劳实远征 于是李渊让二儿子李世民挂帅出征 对此李世民欣然接受 他想多积累一些军功 来争取更高的地位 此次李世民带了四万大军前去征战 大军到达高址后 李世民下令停止前进 从人数和武器装备上来看 唐军占据绝对优势 不过李世民并未选择主动出击 而是以意待劳 但不幸的是 李世民还未等到薛举大军到来 就染上了瘧疾 无法在前线指挥战斗 只能在营中休息 关于这场战争 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李世民由于身体欠佳 便将指挥权给了行军长使 刘文静和行军司马英开山 并嘱咐他们二人不要主动出击 等他身体痊愈后再组织进攻 但刘文静和英开山 没听李世民的嘱咐 而是私自决定发起进攻 他们二人打算派一支军队 绕到薛举后面 准备对他来个前后夹击 一举将其消灭 制定好计划后 刘文静开始调兵遣将 但薛举在出兵上快人一步 在刘文静实施行动前 他已经派人绕到唐军后面 突然发动了袭击 双方在潜水园发生了激战 此一唐军损失惨重 死伤人数多达两万多 薛举为了羞辱李世民 将唐军尸体累成精灌 此一过后 李渊将刘文静和英开山 贬为庶民 此战是李世民为数不多的惨败 不过关于潜水园之战争议颇多 在战前 李世民虽然身体抱恙 但坐镇后方指挥完全不成问题 他把军队指挥权 完全交给刘文静 和英开山并不符合常理 再者 即便刘文静和英开山 拥有军队指挥权 他们在作战前进行大面积的调兵遣将 李世民肯定会有所察觉 如果李世民不认同作战方案 肯定会出面阻止 而他没有阻止 说明李世民同意主动出击 或者说 刘文静行动前 已经获得李世民的批准 另外 关于潜水园之战的作战安排 以及交锋细节等关键信息 史书上并未详尽体现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场战争 缺少这种关键信息不太应该 一直以来 关于李世民篡改史书的讨论非常多 此前 李渊在晋阳起兵时 就有史学家表示 是李世民鼓动李渊起兵 从而否定李渊的首谋之功 但后来诸多证据表明 晋阳起兵完全是李渊精心谋划的结果 和李世民关系不大 此次潜水园之战失利 很有可能是史学家为了维护李世民 战无不胜的形象 故而将责任推给刘文静和英开山 时过境迁 我们无法真实在线 潜水园之战的具体情景 只能从逻辑分析 和人物性格方面进行一番推测 潜水园之战过后 薛举信心大增 他打算乘胜追击 对长安发起进攻 但不幸的是 薛举在前往长安的路上 生了一场大病 薛举非常迷信巫术 他没有让医生给他治病 而是让巫师前来做法 巫师告诉薛举 他之所以生病 是因为唐军的亡魂前来所命 薛举平时为人相当凶残 他经常以虐杀俘虏为乐 甚至吃过人 薛举想到之前自己犯下的种种恶行 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 加之病情逐渐恶化 还未到达长安便病逝 薛举死后 他的儿子薛仁稿接管了军队 继续往长安进发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薛举是一个变态狂 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变态狂 他经常以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他人 造成很多人冤死 而薛举的儿子更是变态中的战斗机 他虐杀人的手段比薛举还要残忍 薛举以经商起家 后来通过暴力手段夺取了金城 建立了西秦政权 由于出身不好 政权合法性经常受到读书人质疑 对此薛举也无可奈何 薛仁稿继位后 曾俘虏过一个名叫羽利的人 他的父亲是当时文坛领袖羽信 羽信曾为南梁几代皇帝做过御用文人 后来又为北州羽文家族效力 在整个北州朝廷地位崇高 薛仁稿得到羽利后非常高兴 虽然羽信已死 但他的儿子羽利仍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羽利肯承认薛氏家族政权的合法性 就相当于获得了全体读书人的认可 为此薛仁稿极力拉拢羽利 但羽利坚决不肯为其效力 最终薛仁稿将羽利活活拷死 羽利用生命来证明 薛仁稿的确不值得扶持 薛菊死后 军中一些资历比较老的将领 并不服气薛仁稿 薛仁稿为了树立威信 对唐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他先是打败了能战善战的斗鬼 又打败了驻守荆州的票旗将军刘感 并将其活埋 不可否认薛仁稿是一个战斗能力非常强的人 但战斗力并未转化为领导力 因为他非常试杀 不仅喜欢杀俘虏就连自己的部下也杀 这使得西秦内部早已经矛盾重重 李渊见薛仁稿如此猖狂 决定再次派人前去征讨 此次挂帅出征的仍是李世民 与此同时 之前被贬为庶民的刘文静和殷开山再次得到启用 随军前去征讨 公元618年11月 李世民率领大军再次到达了高指城 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康复全域 到达高指后 他下令紧闭城门采取兼臂青野的措施 李世民被称为一代战神 在他的作战生涯中 多次利用对方粮草不足而取胜 此次他仍然打算采取这个策略 薛仁稿所在的隆右地区本来就缺粮 对于坐拥十万大军的西秦政权来讲 粮草是一个致命问题 要想不被粮草牵制 就得速战速决 但李世民一直避而不战 这让薛仁稿十分头疼 为了逼迫李世民出门迎战 薛仁稿派人整天在高指城下挑衅 将李世民以及唐军将领家的女性 悉数问候了一遍 对此一些将领要求出门迎战 但李世民不为所动 他知道薛仁稿骂得越凶 说明粮草问题就越严重 双方对峙了60天 这期间唐军将士每天都要忍受对方的谩骂侮辱 内心憋着一口恶气 而西秦这边起初骂得很卖力 后来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西秦粮仓见底 军队收缩粮食供应 饥饿开始在军中蔓延 一些将领难以忍受饥饿 带着士兵临阵反戈投降了李世民 那些没投降的士兵心中也充满了怨言 此情此景被李世民看在眼里 经过探查后得知 西秦内部对薛仁稿的不满 已经到达了极点 李世民觉得时机已到 于是派人给薛仁稿送信 约定在潜水园进行决战 薛仁稿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当即派出大将宗罗侯前去迎战 饿着肚子的西秦士兵 在憋着怒气的唐军面前不堪一击 此意唐军斩杀了数千西秦士兵 宗罗侯见大势不妙 便下令撤退 此时李世民力排众议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打算继续追击宗罗侯 此意宗罗侯虽然兵败 但西秦的主力军队并未出动 如果追到对方大本营 很有可能被反杀 李世民不是战争小白 他之所以做出这么大胆的决定 是因为他笃定西秦内部已经人心涣散 将士们不会再为薛仁稿卖命 这一次李世民压对了赌注 当薛仁稿得知李世民率领唐军前来追击时 他拉出主力部队摆好阵型准备迎战 结果士兵们看见唐军的惊奇后 纷纷临阵叛逃 十万大军瞬间乱作一团 薛仁稿见状不妙 率军逃回城中 公元618年11月初八 薛仁稿带着城中官员向李世民起降 李世民当场没有处置他 而是将他送往长安 面对如此残暴的杀人魔王 李渊没给他辩驳的机会 直接命人将其斩首 至此 团聚西北的薛氏家族被彻底铲除 李世民用一场漂亮的大胜完成了对上一次失利的救赎 在西北一带 除了薛氏父子建立的西秦政权外 还有一个西梁政权 建立者名叫李鬼 此前李渊为了对付薛氏父子 曾主动拉拢过李鬼 不但认李鬼为从地 还册封他为梁王 但大唐的使者还未到达梁州 李鬼就在众人拥立下登基称帝 并设置百官 李鬼称帝后并未打算跟李渊翻脸 而是打算和他和平相处 各占一块地盘 但李渊不能接受普天之下有两个皇帝 后来 胡人出身的安兴贵 主动请英前去西梁联络自己的哥哥安修仁 当时 安修仁在西梁担任户部尚书 他们一起密谋推翻李鬼 为了达成目的 安氏兄弟联络周边的少数民族 让他们前来挑衅 吸引李鬼出城作战 李鬼中计后 安氏兄弟在京城内起兵作乱 抄了李鬼的大板营 后来李鬼失守被擒 全家被送到长安寿审 公元619年5月 李渊将李鬼全族全部诛上 安兴贵因为破敌有功 被称为右武侯大将军梁国公 安修仁则被封为左武侯大将军 加封为申国公 灭掉李鬼之后 西北一带彻底平定下来 李渊开始把目光瞄准了 占据太原北部的军阀刘武州 此前刘武州在突厥人的扶持下 自立为地 李渊在入主长安之前 也靠突厥人扶持 后来 李渊为了摆脱突厥人的控制 曾派人找过刘武州 打算结成联盟 共同对付突厥 当时的刘武州 还只是一个小军阀 为了从李渊身上得到好处 答应李渊 暂时不会兴兵南下 李渊登基称帝后 不再给刘武州输送好处 而刘武州也从之前的一个小军阀 逐渐成长为太原以北势力最大的诸侯 刘武州嫡系部队出自马役 他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谋士 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 在这方面完全不能和李渊相比 后来 在河北被窦剑德打败的起义军首领 宋金刚前来投奔 解决了刘武州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当初宋金刚虽然被窦剑德打败 但窦剑德非常欣赏他的能力 想要将他收为己用 可宋金刚宁死不从 最后带着四千残兵投奔了刘武州 宋金刚的到来让刘武州如获至宝 宋金刚到来后直言不讳地告诉刘武州 李渊已经灭掉了削举和李鬼 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刘武州 目前唐军士气正盛 当务之急不是坐以待毙 而是主动出击 在宋金刚的建议下 刘武州决定先下手为强 公元619年6月 刘武州联合突厥人一起进攻西南方向的戒修 他让宋金刚率兵三万南下攻打兵州 戒修是长安和太原之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在刘武州的连番进攻下 戒修的防线逐渐被击溃 用不了多久就会成破 此时镇守太原的守将 是李渊的小儿子李渊吉 李渊吉年仅16岁 如果戒修失守 太原就会变成一座孤城 关键时刻 李渊让裴继带兵前去支援太原 裴继是李渊的首席谋臣 李渊对他非常信任 甚至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在一起 出于对太原战略位置和李渊极安全的考虑 李渊才派出自己最信任的裴继前去支援 但裴继是一个文臣 不擅长带兵打仗 几番战斗过后 裴继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兵州一带随即落在刘武州手中 后来裴继主动上表请罪 请求将他贬为庶民 李渊念其为大唐出了很多力 便让他继续留在军中戴罪立功 太原是李渊的发祥地 是李氏集团的大本营 太原不仅在军事上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政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所以太原坚决不能丢 对于李渊集的守城能力 李渊并没有信心 但李渊对太原的城防很有信心 只要守城主帅不犯愚蠢的错误 凭借坚固的城防 也能抵挡十万大军前来进攻 但李渊集是个标准的顽固子弟 李渊严重低估了李渊集的下限 李渊集排行老妖 眼见大哥李建成和二哥李世民 在战斗中所向披靡 一向自负的李渊集认为 打仗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为了体验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感觉 李渊集在府中养了数百个奴婢 让他们身穿铠甲 分成两队进行攻法 他自己则坐镇指挥 此外 李渊集自视是李渊最疼爱的儿子 于是在太原城内无恶不作 李渊集非常喜欢打猎 有一次他空手而归十分不高兴 于是下令让士兵们抢劫百姓的财物 以此来获得满足感 此后 李渊集在太原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夸张 他的如母陈氏曾劝说他不要扰乱民心 以免给李渊增添麻烦 陈氏的劝谏让李渊集心生恨意 后来他亲手杀掉了陈氏 如母相当于半个母亲 李渊集此举非常恶劣 也使得太原城内民众不满 李渊攻打长安之前 留下斗蛋和宇文心来辅佐李渊集 宇文心为人兢兢业业 他曾多次劝阻李渊集不要胡作非为 但他根本不听 无奈之下 宇文心给李渊写信 将李渊集在太原城内的所作所为 悉数报告给了李渊 李渊得知后大怒 并将李渊集的官职罢处 李渊集是李渊的小儿子 从小就格外受到疼爱 李渊罢处李渊集太原留守的官职后 并未任命新的人选前来接替 因为李渊只是做样子给其他人看一下 并未真正打算让人代替李渊集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太原城内一众德高望重的乡贤尚书李渊 请求让李渊集官复原职 李渊顺水推舟 又恢复了李渊集的官职 此后不久 有五州率兵前来攻打于次县 于次是太原的门户 李渊集得知消息后 紧急召集将士们商议对策 为了展现主帅风度 李渊集让车骑将军张达 率领一百名步兵前去迎战 此举无异于让将士们前去送死 为此张达据礼力争 希望能争取更多的士兵 但李渊集只肯派一百名士兵前往 军令不可违 张达只能带着一百名士兵前去 和刘五州应拼 结果全军覆没 只剩下张达一人幸存 李渊集的刚毕自用致使这些士兵 白白送命 张达怒火中烧 当即投降了刘五州 并主动作为向岛攻下了鱼刺 鱼刺被迫后 刘五州率军直奔太原 大军兵临城下 李渊集出来稳定军心 他表示会亲自率军上阵杀敌 公元619年9月16深夜 李渊集带着自己的妻儿 以及几十辆装满财宝的马车 偷偷离开了兵州城 他之前的豪言壮语 只是为了麻痹城中将士 给他逃走争取时间 李渊集走后 有五州大军就到达了城下 城中军民遍地找不到李渊集的身影 无奈之下 只得开城投降 至此 太原城正式沦陷 此时太原城内上有数万大军 粮食足够吃数年 哪怕紧闭城门专注防守 有五州都打不进来 但在李渊集这座奇葩的指挥下 太原坚持了不到三个月 最终 有五州不费一兵一卒 就拿下了太原 李渊得知太原失守的消息后大怒 不过 他并未迁怒于李渊集 而是将怒火烧到了豆弹和宇文心身上 确切来讲 是烧到了宇文心身上 因为豆弹是李渊的女婿 而宇文心则没什么背景 李渊觉得太原失守 是因为宇文心没有及时劝见李渊集 他打算杀掉宇文心来发泄怒火 但满朝文武都不是傻子 他们见李渊如此不明事理 明目张胆地互犊子 于是决定据理力争 礼部上书李刚表示 李渊集在太原骄横跋扈 豆弹不但没有上报给朝廷 还帮他隐瞒 因此致使太原失守 而宇文心不但劝见李渊集 还把太原城内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揍给了朝廷 如果把太原失守的罪责 安在他身上 恐怕不能服众 李刚此番话 直接说在李渊脸上 李渊自知李亏 他害怕引起群臣们的反感 便放过了宇文心 李渊能当皇帝 少不了权贵集团的支持 他深知拉拢大臣的重要性 散会之后 他将李刚请进内侍 对他好言相劝 让他去安抚群臣 消除他此次则被宇文心 带来的不好影响 李刚也见好就收 给李渊留足了面子 刘武周拿下太原后 并未停下脚步 他派宋金刚拿下了晋州 直到此时 刘武周距离长安 只隔着一条黄河 此时的刘武周 并未急功冒进强行渡河 因为河东之地是忠于李渊的 强行渡河风险太大 可就在此时 裴继给刘武周送上了助攻 留守在黄河一带的裴继 为了延缓刘武周大军南下 下令将渝州等地的粮食物资烧毁 但此举引起了 河东百姓们的强烈不满 当地出现了大规模叛乱 这些叛乱都是农民起义 裴继觉得对付农民起义 还是手拿把钻的 遂率兵前去镇压 结果又吃了败仗 裴继身为李渊的核心幕僚 其行政治理水平很高 但在带兵打仗方面 完全是门外汉 李渊得知 裴继被农民军打败的消息后 羞愧难当 急忙将裴继召回朝中 面对河东地区的暴动 李渊打算放弃河东 以防王世冲 窦剑德等人趁虚而入 但李世民对此坚决反对 他说 太原是大唐的根基 河东是长安的后勤保障 如今太原已经失手 如果再放弃河东 大唐的根基就会动摇 为了稳固大唐 他愿意率兵前去 评判收复河东 李世民的主动请应 让李渊很欣慰 他将长安内的士兵都给了李世民 让他率军前去讨伐 公元619年9月 李世民正式发兵前往河东 此时 刘武州已经封锁了 黄河北岸的渡口 防止唐军渡河 李世民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下令驻军等待 一直到了龙东季节黄河结兵 唐军才顺利渡河 之后 李世民在摆臂驻军 与宋金刚形成对峙之事 此前裴继稍粮的举动 让当地百姓对唐军失去了信任 此番李世民前来争粮 百姓们纷纷将粮食藏匿起来 为了获得粮食 李世民最终决定 以高于市场价数倍的价格 从百姓手中购粮 这才解决了粮食问题 并逐渐打消了 当地百姓对唐军的恐惧 李世民在与宋金刚对峙期间 并没有主动出兵 在这期间 他派人不断到民间收购粮草 在高价的诱惑下 很多百姓只保留了必要的口粮 在李世民大肆囤粮期间 宋金刚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反而因为唐军的暗兵 不动而暗自庆幸 觉得唐军是害怕他们才不敢进军 经过几个月的对峙 宋金刚发现事情不妙 他发现军队征粮的难度越来越大 价格也越来越贵 到最后 高价都买不来粮食 没过多久 军中就出现了粮荒 公元620年4月 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对峙 宋金刚因军中缺粮 而不得不下令撤军 李世民得知消息后 认为时机已到 他亲自率军在宋金刚后面进行扫荡 将当地的叛军全部消灭 而宋金刚只顾着赶路 不敢回来救援 李世民荡平沿途的叛军后 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宋金刚 此时 唐军已经连日作战精疲力尽 但李世民没有让军队休整 而是昼夜行军追击宋金刚 最后 终于在蜀雀谷追上了他 此时 唐军兵风正盛 李世民下令全力进攻 双方士兵奋战一天一夜 最终 宋金刚大军败下阵来 被斩杀上万人 宋金刚率领残军逃回了戒修城 三天之后 李世民大军完成了修整 直奔戒修城下 此时的戒修城内并没有多少粮草 如果被唐军包围封锁 粮草坚持不了多久 想到此处 宋金刚鼓励将士们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作战 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 将士们各个斗志饱满 将第一波前来进攻的大军打得大败 唐军败退后 宋金刚内心燃起了求生欲 他开始组织兵力掩护他撤退 士兵们见主帅无意作战 军心瞬间垮他 被随后赶来的唐军杀得大败 宋金刚在将士们的奋力拼杀下突出重围 最终北上投奔了突厥人 此次宋金刚南下带走了刘武周的主力部队 刘武周得知宋金刚在戒修大败的消息后 无心再组织进攻 当即砌手太原 带着五百多名亲兵逃往突厥 刘武周从一个顽固子弟成长为乱世反王 这个过程中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在得到宋金刚之前 刘武周一直想偏安异于做个乱世军阀即可 宋金刚的到来 才让他有了和李渊掰手腕的想法 他最大的依仗就是宋金刚 如今宋金刚兵败 他也无意和李渊争雄 也没能力抵挡李世民的进攻 所以才弃手太原投奔突厥 此前刘武周和突厥史毕克汗打得火热 他觉得投奔突厥后会得到后代 但史毕克汗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此前之所以拉拢刘武周 是觉得他有利用价值 如今的刘武周已经成了流浪汉 失去了利用价值 因此对他极为冷淡 投降后 刘武周和宋金刚在突厥过得十分凄惨 后来他们试图返回上古郡 结果被突厥人直接诛杀 宋金刚败退后 他的属下玉池靖德仍坚守戒修城 玉池靖德是随末议员猛将 当初他加入随军镇压叛乱时 屡次立下大功 但事后却被封了个从无品文官 对此玉池靖德十分失望 后来刘武周起兵后 听闻玉池靖德十分勇猛 便将他拉拢过来 并封他为偏将军 此次玉池靖德面对来势汹汹的唐军 并未打算死守 而是想做个样子代驾而沽 后来 李世民派人前去招降 玉池靖德进行了一番抬驾 便选择归顺大唐 纵观刘武周的起兵经历 可谓是非常顺利 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能够与李渊相抗衡 但队伍坐大之后需要有人才来支撑 人才短缺是刘武周的命闻 在谋臣方面 刘武周能拿得出手的几个谋臣 都出身于马义郡 没见过大场面 随着刘武周的地盘不断坐大 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走下一步 在武将方面 宋金刚是刘武周的大腿 也是唯一的大腿 这种单薄的人才结构 致使刘武周在战略层面处处被动 最终被李世民打败 此一过后 大唐不仅彻底除掉了 刘武周和宋金刚两个心腹大患 河东地区又重新回到大唐手中 之前 刘武周占据的马义 燕门等地也近归大唐的版图 如果按照此前李渊的设想 放弃河东 据守观中 那么大唐的版图只有现在的一半 此次大唐能够起死回生 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 如果不是李世民主动请英前去评判 此时的大唐恐怕已经风雨飘摇 此次战役也让李世民扬名天下 他在战争中表现的沉着应对 也让曲秃通 殷开山等一众老将赞叹不已 与此同时 李世民还获得了御池靖德 张万岁等的猛将 使他的阵营实力进一步增强 此时的李世民年仅22岁 当初李渊太原起兵之时 李世民只能跟在大哥李建成后面 检视一些军功 他的光环完全被李建成掩盖 通过此意 李世民成功证明了自己 也奠定了他在整个大唐的军事地位 平定薛举父子和刘武舟之后 李渊开始把目标描向洛阳 此前 王世冲将李密赶出洛阳后 再次成为洛阳的实际控制者 王世冲拥立的隋朝皇室杨栋彻底成为傀儡 在王世冲的要求下 杨栋封王世冲为太尉 王世冲出身贫贱 靠溜须拍马 镇压起义军而起家 洛阳城内的文武百官打心底里 看不起王世冲 不想与之为伍 王世冲为了把控朝堂 在太尉府设立编制 把重要岗位全部纳入太尉府的体现 彻底架空了洛阳朝廷 王世冲的终极目标是废掉皇太主杨栋 自己做皇帝 做皇帝不仅要掌控朝堂 还要拉拢民心 王世冲为了拉拢民心 于是 在太尉府门前竖起三个牌子 在上面张榜告示招揽人才 只要符合条件的人 就能在太尉府做官 隋朝虽然已经实行了科举制 但底层百姓要想进入官场 仍然是难于登天 一方面是因为普通百姓文化程度较低 无法的科举中取得好成绩 另一方面 是因为地方势力仍然受门阀控制 普通人获得考试资格都很难 如今 王世冲不拘一格匠人才 在洛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各路有特长的人马 纷纷前来太尉府求见王世冲 对此 王世冲走起了亲民路线 对前来求见的人一礼相待 此举让他转足了民心 王世冲此次整支作秀非常成功 他本以为转足民心后 就会有人劝谨他当皇帝 但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尽管百姓们对他赞不绝口 但大臣们没有人劝他称帝 因为就连太尉府的大臣都知道 王世冲是什么样的货色 知道他压根不适合做皇帝 王世冲见百官不出来表态 内心有些生气 于是将太尉府的官员召集在一起 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对此有一些官员表示同意 还有一些人表示反对 这其中以兵曹参军代咒的反对声音最大 让认为王世冲已经掌控了朝廷 就不要再觊觎做皇帝 王世冲见大臣们意见不一致 便决定暂时作罢 后来王世冲又燃起了称帝之心 他让段达尚书阳栋 为其请求贾黄月 加九熙等赏赐 尽管阳栋内心十分不愿意 但为了活命 只能照做 公元619年3月 王世冲被任命为相国贾黄月 隋州又被加封为郑王 加九熙 此时 王世冲想篡位的野心 已经昭然若揭 为了使自己的皇帝之路 更加名正言顺 他又在各地制造祥瑞 让百姓觉得 他登基为帝是天命所归 当年4月 王世冲觉得铺垫已经做足 于是派人给皇太主杨栋 送去了善让需要的文书 杨栋虽然年幼 但他不肯就范 王世冲当皇帝心切 于是将洋栋软禁 然后以洋栋的名义 对天下发布善未诏书 几天之后 正式在洛阳登基称帝 改国号为正 王世冲登基之后 表现得非常勤政 每天都得召集大臣上朝议事 退朝之后 又回到民间微服司法 为了了解百姓疾苦 王世冲专门设立了接待处 专门来解决百姓的诉求 除此之外 王世冲还不淫乱后宫 整日和百姓打成一片 从王世冲的做派来看 是一副标准的明军模样 但治国并不是儿戏 王世冲虽然表面功夫做得很足 但他的水平也仅仅停留在表面功夫上 王世冲擅长的是政治斗争 治理国家不是他的强项 久而久之 他的不足便暴露出来 大臣们对他的治国能力嗤之以鼻 甚至当面嘲讽王世冲 王世冲为了保持明军风度 选择了忍让 王世冲的忍让 并未换来大臣们的真心归附 后来 礼部尚书裴仁机密谋杀掉王世冲 重新拥立杨栋 王世冲得知此事后 先下手为强 除掉了裴仁机 杀掉裴仁机之后 王世冲仍然心惊胆战 他觉得 只有杀掉杨栋 才能彻底断绝大臣们的反心 于是他派人杀掉了皇太主杨栋 杨栋被杀后 大臣们人人自危 于是一大批官员逃到了隔壁的大堂 重新寻找出路 王世冲为了阻止官员外逃 他对外发布诏令 凡是在洛阳为官的大臣 只要家中有一人逃跑 其余族人均会被诛杀 但只要提前告发 就能免罪 后来 王世冲又在民间实行连坐制 将百姓捆绑在一起 只要有人外逃 亲戚邻居就要被诛杀 以此来限制百姓外逃 与此同时 王世冲还强行从民间征兵 而且随军出征的士兵 必须把家人交给朝廷做人质 防止士兵叛变 由于积压了大量人质 粮食供给跟不上 百姓们最后只能以土为食 每天饿死者不计其数 这一系列举动 让王世冲树立的亲民形象 一夜之间倒塌 许而代之的是残暴军阀的嘴脸 事实证明 违背人性的严刑郡法 并不能让百姓信服 反而会激起更激烈的反抗 自从王世冲实行连坐制度后 百姓们根本不管亲戚邻居的死活 只要有机会就会逃跑 那些逃跑不及时的百姓 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 一时间洛阳城内人人自危 此时 李世民已经灭掉了刘武州 李渊召集全臣商议 要不要对王世冲出兵 连年征战已经让大唐财政吃紧 当下应该修生养兮 养精蓄锐 但李渊并不这么想 因为北方的突厥人 一直对大唐虎视眈眈 刺激兴风作浪 兵州总管李仲文 暗中与突厥人勾结 准备引兵南下攻打长安 好在李渊事先得到消息 抢先一步除掉了李仲文 然后让太子李建成接管河东 这才避免祸水难饮 面对如此不利的生存状况 李渊认为 只有除掉所有敌人 才能坐稳江山 修生养兮会给敌人做大的机会 经过一番讨论后 李渊决定出兵攻打洛阳 公元620年7月 李渊任命李世民挂帅 率领五万大军奔赴洛阳 准备和王世冲发起决战 王世冲得知大唐的动向后 也集结了全部兵力 在洛阳各个关口设下重兵 将洛阳变成了一个防御严密的铁桶 面对王世冲祭出的防守大阵 李世民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亲自到前线进行勘察 洛阳的城防十分坚固 此前李密率兵三十万大军 都未攻破洛阳的大门 李世民也没有好的破城方案 后来 李世民派人去攻打洛口舱 截断城内的粮草供应 准备和王世冲打消耗战 邓州守军见唐军兵临城下 洛阳恐怕凶多吉少 便开诚向李世民投降 李世民非常善于在粮草方面做文章 此次他率兵远道而来 第一件事就是切断对方的粮草 保证自身的供应 而王世冲以为李世民想速战速决 虽没有派重兵把守粮仓 经过一个月的相持 洛阳城内粮草开始吃紧 王世冲派人与李世民和谈 王世冲表示 自己只想驻守洛阳偏安易于 无意对大唐征讨 他希望双方能够握手言和互不侵犯 随后李世民派人告诉王世冲 说天下百姓都仰望大唐的声威 希望做大唐的子民 王世冲不肯归顺大唐 就是逆天而行 就要被讨伐 王世冲没有什么文化 被问得哑口无言 他见大唐不肯退兵 便不再寻求和谈 在双方决战来临之前 李世民再次决定 到洛阳城下勘查敌情 为了保险起见 此次他带了五百士兵 但人数太多暴露了目标 王世冲让驻守在外围的守军 将李世民围了起来 王世冲派大将善雄信 前去捉拿李世民 善雄信是一员猛将 他舞动着长硕 直奔李世民而去 李世民虽然也善于武刀弄枪 但不是善雄信的对手 危难之际 玉池靖德挟刺李杀出 将善雄信击败 救了李世民一命 随后驱突通率领援军赶到 玉池靖德和驱突通 联手对洛阳外围守军 发起了单方面屠杀 王世冲精心布置的外围防线 被彻底击溃 双方僵持的局面就此被打破 局势开始朝有利于 唐军的方向发展 此役过后 玉池靖德因为救主有功 成了李世民的心腹大将 在双方对峙期间 洛阳周边的守军都在观望 此役过后 李世民成功将这些摇摆不定的城池 收之麾下 洛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就在洛阳城危难之际 盘踞河北的窦建德也参与了进来 窦建德是农民出身 但他为人极其仗义 在河北一带深得民心 窦建德每当攻陷城镇 打败对手 所得到的财物 一起分发奖赏给各位将领 自己一样东西都不要 又不吃肉 日常吃的只是蔬菜 脱皮粟米饭 他的妻子曹氏不穿丝织衣裳 小七侍女只有十几人 公元618年 窦建德在河北称帝改国号为下 在大唐进攻洛阳之前 李渊为了稳住窦建德 亲自给他写了一封书信 李渊在信中情真意切地 和窦建德称兄道弟 并希望他不要参与洛阳的战事 窦建德虽然已经称帝 但他在心理层面 始终觉得矮贵族出身的李渊一结 收到李渊的来信后 窦建德反复品读 并让周边的大臣读给他听 他想向文武大臣们证明 自己得到了李渊的认可 为了向李渊示好 窦建德将李渊的堂弟李神通 送回了长安 并派出一支豪华的队伍前去护送 除此之外 窦建德答应李渊 不会参与洛阳的战事 这是窦建德无法突破的局限性 自古以来 国与国之间只有政治利益 不能把私人感情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显然窦建德在玩政治方面 完全不是李渊的对手 窦建德虽然答应李渊 不去帮助王世忠 但他也想做出一番功绩 于是率领二十万大军 对幽州城发起了猛攻 幽州是大唐的地盘 窦建德之所以攻打幽州 是因为幽州总管罗毅 此前拒绝归降窦建德 为此 窦建德怀恨在心 本来窦建德对幽州志在必得 但连续三次出兵均以失败告终 而且损失极为惨重 窦建德惨败的消息传到曹州 驻守曹州的孟海公趁机作乱 窦建德只能撤兵回国内平叛 解决完曹州叛乱后 窦建德本打算继续北上攻打罗毅 就在此时 王世忠派人送来了书信 王世忠告诉窦建德 李渊已经扫平了薛举和刘武州 如果洛阳失线 下一个目标就会是窦建德 王世忠请求窦建德出兵南下相助 对于王世忠的求救 窦建德非常不愿意 两人不久之前还爆发了冲突 算是针锋相对的敌人 窦建德对政治敏感度不高 他心中更多的是个人恩怨 因此打算拒绝王世忠 时任下朝中书社人的刘斌 见窦建德不肯发兵 便向他沉明利害关系 让他明白和王世忠之间 唇王齿寒的关系 刘斌建议 可以率兵到洛阳周边静观其变 如果王世忠占据优势 则继续观望 如果李世民占据优势 则从外围进攻唐军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 三足鼎立的稳定局势 在刘斌的劝说下 窦建德决定发兵前往洛阳 与此同时 他给李渊 李世民和王世忠 送去了三封书信 他在信中调解双方之间的关系 希望李渊和李世民 能给他一个面子 撤军返回关中 如果窦建德是实力雄厚的中原盟主 李渊或许会听从他的调解 但他只是个农民军领袖 李渊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 而是下令让李世民继续进攻 公元621年正月 李世民派出一支一千多人的骑兵精锐 身穿黑甲 分别交由程咬金 玉池靖德 秦淑宝 宅长孙率领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偷袭洛阳守军 瓦解他们的意志 这四名大将都是人中龙凤 在他们的带领下 洛阳守军被袭击得人心惶惶 当年2月 李世民设下圈套等王世忠主动出来作战 急于用圣仗来鼓舞军心的王世忠 主动率军前去作战 结果被李世民打得大败 斩杀对方七千多人 王世忠只得撤军返回城中继续防守 李世民认为 进攻时机已到 便下令全面对洛阳发起进攻 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比李密高很多 当初李密在洛阳城下接连折戟 并未打击李世民的信息 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军事能力 一定能够攻破洛阳 但现实给了李世民沉重的一击 王世忠用投石车 远程弓弩等防守武器 让唐军寸步难行 经过十几天 昼夜不停的攻城 洛阳城仍窥然不动 而唐军则损失惨重 这个局面让唐军士气备受打击 士兵们都要求班师回朝 行军总管刘宏基劝表示 王室充命不该决 此刻应该撤军修整 以免杜建德大军赶来后赴被受敌 但李世民态度很坚决 他表示 不破掉洛阳 坚决不回长安 将士们为了劝说李世民撤军 直接给李渊上书 李渊也觉得拿下洛阳希望渺茫 便下令让李世民撤军 李世民表示 再给他一段时间 如果再拿不下洛阳 就班师回朝 最终 李渊选择支持李世民 让他继续攻城 李世民见识过洛阳的城防后 不再采取强攻策略 而是下令将洛阳围起来 准备困死城中守军 洛阳经历连年战乱 城中极度缺粮 李世民派李军县 专门打击王世冲的运粮部队 致使洛阳城内的粮食危机 进一步加剧 此时的洛阳城内 粮食价格一飞冲天 金银珠宝 都换不回同等重量的粮食 处在最底层的百姓 开始吃土冲击 大量百姓 因为吃土过多 暴毙身亡 后来 王公贵族也开始断粮 文武百官纷纷出门寻找粮食 每天都有饿死的官员 在皇太主杨栋登基之初 洛阳城内上有三万户百姓 现如今 洛阳城内只剩下数千户百姓 整个洛阳已经沦为人间地狱 面对洛阳城内的惨状 李世民并不为所动 他想用城内军民 全部饿死的方式 敲开洛阳的城门 当初李渊起兵时 高举人意的大旗 如今 李世民踏着万千百姓的尸体 给自己积累战功 这也说明 百姓历来都是政治家们的工具 在政治家眼中 除了自己的命值钱 其他人都可以当作耗材来牺牲 同时也说明 当战火烧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粮食才是救命的灵丹妙药 金银财宝都是身外之物 在洛阳城苦苦挣扎之际 窦剑德的大军还在路上 不紧不慢地赶路 由于洛阳周边的周郡 都投降了李世民 致使窦剑德在到达洛阳前 要攻克广州 行阳等地 窦剑德还未到达战场 在路上就折损了一批将士 这让他十分不悦 公元621年3月 窦剑德率领大军 终于到达了虎牢关 此次窦剑德总共带了十几万大军 为了震慑李世民 他对外宣称30万 窦剑德下令 在虎牢关附近驻军 准备在此和李世民决议死战 得知窦剑德率兵前来支援的消息后 李世民感到有些棘手 他召集主将前来商量对策 对此 主战派将领表示 应该连他一起收拾 而以曲图通为首的将领 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 暂时后撤再做打算 此时洛阳城已经城破在即 李世民不想因为窦剑德的到来 而前功尽弃 他打算奋力一搏 他命理元吉和曲图通率领主力部队 继续围困洛阳 让王室冲不赶出来作战 李世民则率领 3500名士兵前往虎牢关 准备和窦剑德一决高下 在距离虎牢关二十里的地方 李世民下令驻军 随后他让李世纪、程咬金、秦书宝 各领一队人马在道路两侧埋伏 李世民带着御池靖德和三位骑兵 来到了窦剑德军营前打探消息 窦剑德得知李世民前来挑衅 当即派出6000士兵前去截杀李世民 李世民张弓搭剑 杀死了对方十几名士兵 然骑马掉头就走 将他们吸引到埋伏圈 随后李世纪、程咬金等人顺势杀出 将前来追赶的士兵打得大败 窦剑德首战失败 将士们士气十分低落 军中开始出现各种怨言 但窦剑德并不害怕士兵闹事 因为他手中握有大批粮草 只要保住了粮道 他们就不会造反 李世民是粮食战高手 两军对垒时 李世民经常派人封锁对方的粮道 从而致使对方军心大乱 最终不战而胜 在与窦剑德相持的过程中 李世民再次祭出这个法宝 并成功抓住了对方的运粮官 致使窦剑德军中粮草供应出现了紧张 就在此时 窦剑德的部下林静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林静说 目前强行进攻 李世民不太现实 不如趁机北上渡过黄河 攻取他大唐的地盘 然后越过太行山直奔河东 只要大军能到达河东 就能对长安形成威胁 届时李世民必然会撤兵回援 洛阳之围就可以解除 林静表示 去河东的路上都是一些小城池 能够轻而易举地拿下 只要大军愿意前往 就一定能够顺利到达河东 窦剑德听完身以为然 就在他打算起兵奔赴河东时 王世冲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前来求情 让窦剑德一定要发兵救洛阳 为了让窦剑德能够回心转意 王世冲大肆贿赂窦剑德的手下 有钱能使轨推磨 收了王世冲好处的将领 共同劝谏窦剑德不能北上河东 因为前往河东需要一定的时间 万一在这期间 李世民破掉洛阳城 然后北渡黄河 就能与长安守军 对窦剑德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弄不好会全军覆没 林静的计策看起来很靠谱 实则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窦剑德军中粮草已经告急 如果掉头北上 粮草能否支撑大军走的河东 还是个未知数 再者河东是礼堂的重要根据地 由太子李建成重兵把守 窦剑德远道而来疲劳行军 很难对河东形成威胁 窦剑德属下虽然收了王世冲的钱 但他们的分析也是客观的 听完将领们的分析 窦剑德又开始犹豫 就在他摇摆不定之际 他的皇后曹氏走进大帐 他明确表示支持邻静的计策 现在突厥人正在南下骚扰长安 如果此时率兵北上攻取河东 胜算要远远大于在洛阳击败李世民 曹氏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他在劝谏的时候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应该私下里和窦剑德讨论这个问题 而不是在众人面前 直接要求窦剑德北上 底层出身的窦剑德 非常在乎面子 曹氏当着众人面教他做事 彻底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 他说 军中大事不是女子能够理解的 接着又怒斥林静是书生义气 根本不懂行军打仗 于是便把林静的建议彻底否定了 他打算在虎劳关和李世民决意死战 战争对粮草的消耗是十分巨大的 李世民此番率领大军前来 备足了口粮 但战马的草料出现了短缺 黄河以南的河草几乎都被吃光 但仍不能维持巨大的消耗 于是 打算将战马转移到黄河以北未养 窦剑德的细作探查到了这个消息 并准备趁机对李世民发起进攻 战争拼的不仅仅是兵力 情报消息也很重要 随后 李世民的细作也给他带来一个消息 说窦剑德已经得知 唐军准备把战马转移到黄河以北 并打算趁机偷袭 李世民打算将计就计 公元621年5月初一 李世民亲自指挥把战马带到黄河以北放养 当天夜里 李世民偷偷回到黄河南岸 布置兵力严阵以待 窦剑德得知 李世民将一千多匹战马转移到对岸后 十分高兴 因为唐军的王牌主力就是骑兵 如今没了战马 唐军优势荡然无存 于是决定对唐军发起总攻 5月初二 窦剑德亲率大军沿河布阵 大军一字排开二十里 气势恢弘浩荡 窦剑德摆出一字长蛇阵目的是 威慑李世民让他知难而退 这种行为犹如爆发户炫富 但李世民是贵族出身 见过大场面 他一下便看出窦剑德排兵布阵的命门所在 这种一字长蛇阵根本经不起冲击 只要冲垮他们的阵型就能击溃对方 占据心理优势的窦剑德并不着急进攻 他打算慢慢玩死李世民 他知道李世民没有战马 便派三百骑兵渡过黄河到李世民阵前喊话 让他派骑兵前来对阵 面对窦剑德的挑衅 李世民派大将王军阔率领二百士兵手持长硕前去迎战 长硕是专门克制骑兵的武器 经过一番对战 双方各有损伤 随后 窦剑德又派部将王军骑着从隋阳帝手中夺取的青葱宝马前去炫耀 以此来讽刺李世民没有战马 玉池靖德见对方前来挑衅 独自上阵升勤了王军 并将青葱马献给了李世民 随后 李世民让玉池靖德暗中到河对岸 把吃饱喝足的战马运了回来 此时的窦剑德还在等待前方胜利的消息 结果等来的不是捷报 而是唐军骑兵前来冲锋的消息 为了鼓舞士气 李世民亲自骑马率兵前来冲锋 窦剑德来不及调兵潜将 唐军就已经冲到了跟前 唐军的冲锋让窦剑德大军出现了混乱 但双方士兵人数十分悬殊 仅凭李世民手里几千兵力无法取得胜利 关键时刻 李世民想了一个办法 他带着秦叔宝等人冲开了一条通道 直接绕到了窦剑德大营 然后将唐军旗帜插在窦剑德大营 让人误以为下军的大本营已经失线 在通信不发达的古代 士兵们需要借助主帅的旗帜来判断战场形势 当下军将士看见大本营插满了唐军旗帜 以为唐军的后援部队到了 顿时乱作一团 他们顾不上向窦剑德确认消息 便仓皇逃跑 生怕跑晚了 沦为刀下亡魂 李世民见对方阵脚已乱 便亲自率兵前去追击 最终斩杀三千多人 车骑将军白氏让和杨武威 本着秦贼先秦王的原则 对窦剑德穷追不舍 此时的窦剑德已经彻底慌了神 急忙策马逃跑 不幸的是 窦剑德在逃跑的过程中坠马负伤 面对前来追击的白氏让 窦剑德低声下气地求饶 请求他们把自己交给李世民处置 白氏让念在窦剑德是大夏皇帝时份上 便将他绑送至李世民面前 此时的窦剑德已经48岁 而李世民年仅23岁 面对比自己大20多岁的窦剑德 李世民与其强硬地问他 为何不知好歹要来支援王世冲 窦剑德也算是一代枭雄 从一个底层社会人 成为盘踞一方的领袖 面对李世民的质问 窦剑德的回答丝毫没有英雄气 他说与其让秦王老师远征过去讨伐 不如主动送上门 随着窦剑德被升勤 剩下的五万下军残兵也被俘 窦剑德一手建立的河北军阀集团也彻底覆灭 洛阳城也彻底失去了希望 公元621年5月初八 李世民压着窦剑德等人来到洛阳城下 王世冲知道大势已去 主动打开城门 带着两千多名随行官员开城投降 面对骑着高头大马的李世民 王世冲态度极为卑微 他知道自己的态度决定了李世民的心情 而李世民的心情决定了他的命运 随后 李世民率军进入了洛阳城 此时洛阳城内饿瓢遍野 李世民没有时间去安抚灾民 当然也不允许将士们在城中抢掠 李世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派房玄陵到王世冲的太尉府中 搜集随朝留下的地图 户籍等资料 这些资料是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是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但王世冲在李世民到来之前 将这些资料复之一具 他这个举动让李世民大怒 也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活路 随后 李世民将王世冲府库中金银财宝 全部赏赐给将士 然后将王世冲手下几十名大将全部斩杀 李世民在洛阳城内待了两个多月 七月初九 李世民带着窦剑德 王世冲等战俘回到了长安 李渊见到王世冲后 怒斥他残暴无道 准备要杀掉他 但王世冲直言李世民曾答应饶他一命 李世民作为攻下洛阳的最大功臣 如果不给李世民面子 恐怕说不过去 但饶过王世冲会留下后患 于是 李渊赦免了王世冲的死罪 打算将他发配到蜀中地区 并派专人严加看管 而窦剑德因为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承诺 直接被李渊下令斩杀 王世冲被发配蜀中之前 暂时被积压在长安城内 就在王世冲焦急的等待被发配蜀中时 等来的不是前来送行的官兵 而是几个前来宣兆的使者 王世冲满心欢喜的前来皆知 结果被当场砍死 杀死王世冲的人名叫独孤修德 他的父亲独孤姬 曾在皇太主杨栋手下做事 后来因为王世冲篡位 打算投降大唐 结果被王世冲杀害 而独孤修德幸免于难逃到了大唐 李渊得知王世冲被杀后 表面上十分愤怒 然后下令撤掉了独孤修德的职务 并且没有追究他假传圣旨的责任 王世冲死后不久 独孤修德又被重新启用 最终官居三品 是名副其实的朝堂大员 从独孤修德被重用仪式也能看出 斩杀王世冲是经过李渊允许的 不过在成王败寇的年代 李渊没有当场斩杀王世冲 已经算是仁至义尽 随着薛举 刘武周 窦剑德 王世冲等人相继被灭 李唐掌控了中原地区 彻底坐稳了江山 王世冲和窦剑德 作为发迹于隋末的军阀 当时拥有的势力并不比李渊差 但最终坐拥天下的人还是李渊 李渊之所以能坐拥天下 除了自身打拼之外 最重要的是 手下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 每当关键时刻 总有人能力挽狂澜 这其中 李世民扮演了定海神针的角色 在李渊起兵之初 李世民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但他凭借自己惊人的魄力和勇气 逐渐成为大唐最重要的一根支柱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古窟 虽然李世民功成名就的背后 躺着无数无辜百姓的骸骨 但这丝毫不耽误 他成为万人敬仰的明君圣主 因为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 能否取得天下是检验成功者的唯一标准 而百姓的死活不在考量范围之内 随着李世民为大唐平定了四方 历史车轮也迈入下一个阶段 接下来 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的斗争成为重头戏 两人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改变历史格局的玄武门之变